台湾板凳 说话不落弯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历史哥 李逸修 今天要全副武装跟大家见面 大家知道最近台湾的疫情 非常严重 逐步在升级当中 所以只好如此 今天我们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在风景 非常秀丽知名的景点 中正经典堂前面 那最近国民党 在这个年底 2022年的地方选举当中 六都的候选人陆续到位 但是南边的高雄 迟迟无法派出选将 大家知道高雄是南部第一大城 所以由谁来出战 大家是非常关心的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 斯文学校总校长张晓忠先生 他有意来这个参选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高雄又为何重要呢 作用台湾第一大港的高雄市 过去是台湾工业的骄傲 靠着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产业 港口年吞吐量 曾排名世界第三 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 这里有山有河 有海有港 有机场的城市 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台湾 熔登亚洲四小龙的光辉岁月 有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高雄市在南台湾独岭风骚 和台北市并列岛内为二的直辖市 然而单纲高雄市 重要经济指标的高雄港 在2008年全球货柜港排名中 首次跌出前十大 到2020年更下滑至全球第十六 高雄港排名的下滑 也让地方上一直有期盼 希望想方设法重返全球石墙 虽作为港口型城市的 国际光环受到冲击 但高雄市靠着丰富的历史人文 逐渐形成观光链 尽管如此仍无法大力吸引厂商进驻 人才也持续在外北漂 根据最新的企业员工年均收入调查 高雄市企业员工年均收入 在全台二十二个县市仅排名第八 正因如此 在2018年的高雄市长选举中 原本几乎默默无稳的韩国瑜 已宣誓改造又老又穷的高雄深得民心 一举击败当地执政二十年的民进党 然而随着韩国瑜被罢免 当时掀起的韩流已完全退烧 眼看带头的市长候选人 到现在还没定案 也正让蓝营支持者和地方省市心急如粉 高雄对国民党来讲 是最艰困的选区 民进党在高雄执政了二三十年 那这个又跟自由广场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位长期在自由广场面前奋斗的斗士 在哪里呢 张老师 这个地方是老师最熟悉的地方 常常在这边买锅照饭 是 这个地方是老师长期在这边奋斗 老师在这边办过几个活动 办过非常多 从2004年我到了台大以后 基本上包括板军购 那到了2006年 你知道就基本上是倒点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一个活动 那后期2007年的板工头 反对入联跟板联工头 所以从2004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呢 其实我虽然在台湾大学教书 其实很重要的工作是从事社会运动 那从2008年到2016年马英九执政时间以后呢 基本上我比较在推动两岸之间的和平交流 发展一些和平论述 那后来呢民进党上来以后 那我又回到这个中正纪连堂来了 包括前段时间你看包括树还真 就是追蔡英文论文的真相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跟很多的朋友在中正纪连堂不断的捍卫 所以这个地方呢跟历史哥报告 是我长时间这个社会运动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 上次呢老师参加这个国民党党组织的选举 选得轰轰烈烈 当时您自比为黄花钢72劣势起义啊 起义起义再起义 那第11次的起义什么时候会到来呢 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啊 一二十年来从头发完全是黑溜溜的黑发 现在你看已经是灰白了 其实这个地方都是我长期间奋斗的所在 你刚刚谈的问题很重要 我们到里面慢慢谈好不好 好 老师我们走 谢谢 老师这个中正纪念堂跟自由广场啊 就像您说的从黑发战斗到白发 灰白灰白灰白 有没有一些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您当时在这个自由广场 你刚刚在导贬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放暑假 在六月底就开始搞这个民主夜市 所以说每天晚上在这个中正纪念堂 这个大宗自治 就是现在自由广场比较开箱 对 连续搞了三个月 那后来呢 因为我是觉得说 这个因为陈水扁会用台土 来掩护他的贪负 对 所以我大概找过几次施命德 所以当然施命德最后做的决定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影响 但是毕竟是后来施命德 来带入这个岛边 对 所以我那时候把那个九月九号 我原来在开道 我也借了所有的场地 我全部无条件让给盛名德 所以在整个岛点过程 就是两股力量 一个在开道 一个在中正纪念堂 在一起进行岛石的活动 那除了0033 我还办很多社会运动 那包括这几年 我刚刚讲的 包括在今年一二三 我还办一个散报蒋东正 对 我们还有一些人 把这个中正纪念堂 给他围起来 因为民进党 他就是要用破蒋东正的方式 然后把中国国民党的 所有历史论述给破掉 因为蒋东正把他斗臭以后 就是中国国民党就臭掉了 所以民进党其实根本不是 针对蒋东正 他其实背后的目的 要摧毁整个中国国民党 或者整个一个 在台湾的利润的一个基础 老师你会不会觉得 他这一招很厉害 像剪刀 他当然厉害 他把蒋东正剪下来说 我其实是针对蒋东正 不针对你 可是其实当你国民党 开始有人也拿着一支剪刀 把蒋东正剪掉的时候 其实你国民党的力量 就要崩掉一脚 你这些历史 你完全了解 这是他们斗争的一个谋略 可是中国国民党党中央 连一个蒋东正到底在台湾的 它的正面的意义都讲不清楚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看 我基本上办一二三 我在办三报蒋东正的活动 我也希望你国民党能够参加 没几个来 大家害怕说这是政治不正确 所以一切都是 选举到了不能碰 这个不能碰 那个不能碰 然后天天想选举赢 蒋南天 你在思想论术上都被人摧毁 你怎么去赢 所以关键世界 国民党最核心的问题是 你没有你的核心的价值信仰 当一个人 就像基督徒都不谈圣经了 请问你还算个基督徒吗 佛教徒都不读心 对了还算一个佛教徒吗 中国国民党 你对自己的核心理念 历史文化你都不认同的话 不能够坚持的话 你还能够算中国国民党吗 中国国民党 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刚刚讲 就是你到底应该坚持什么 你的道是什么 你的核心是什么 你的党的一个使命 跟一个承担是什么 对我们来讲 两岸关系当然是很重要 能够两岸关系 应该是国民党的强项 怎么从太阳化引动 国民党把两岸关系 变成弱项 不只不敢再坚持 以往九二共识这个理念 反而来怎么样 我要检讨九二共识了 我是不是要把九二共识废掉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说 你又讲不出未来的一个道理 所以你要知道 当国民党他在两岸之间 他不能再取得优势的时候 那对台湾老百姓来讲 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就被民进党完全主导了 对国民党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就失去你政党存在的意义嘛 什么两个板子 没有错 我们在这个湖光秀丽之边 这个光滑池非常的漂亮 又有野鸟 我们要来好好谈一下 谈谈选举大事 来 老师请坐 我想这一次这个选战 对老师来讲其实很多人都质疑 选真的 选假的 认真选 选认真 就是说到底张亚忠凭什么选高雄 选举还玩假的干什么 我张亚忠刚刚讲在中正纪念堂 搞社会运动搞的一二十年来 我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玩假的 既然要选真 当然就认真地选 好好的选 能够把民进党打败 这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其实我们看高雄 最近这个真的是人选难产 一路点名点的 已经可以拉一卡车的感觉了 九轮座搞不好都超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本来有李世川 再来罗志强 高金树梅 都是以全国布局型的人物 后面也有点名地方的一些议员 过去可能包括补选参加过的李梅珍等等 但对老师来讲 你选择决定进入这个选战的原因是什么 跟这些人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你了解了 假如高雄真的很好选的话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选 因为政治人物担心是高雄式的选举 变成政治人物的本场 对未来的政治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说从这么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被希望参选高雄 而没有参选高雄 就知道这是一场不容易的选举 那我个人呢 因为上次在参选党主席完了以后呢 那我在全台湾各地走 的确很多的支持者 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期待是非常深的 他们有的时候张老师 你要不要来选台北市 或选桃园市 因为这些都是蓝大于绿的层次 比较好选 那当然我到高雄的时候 很多高雄都说 张老师应该来高雄 因为他们认为说 我在战斗力方面是非常强 那基于这个情况下 你也知道我们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看到民进党那么嚣张 好像一副就没有人敢去挑战民进党的样子 那既然高雄市民有这种需求 我作为一个地方自治的了解 当然希望高雄市培养优秀的人 让他们出来选 对 如果人要出来选 我一定决定百分之百的支持他 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规划 或许这些高雄市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认为说这次选举 可能时机还没到 那他们认为说 我如果出来选举 对于整个高雄市未来的发展 甚至高雄市的慎选是有帮助的话 那我当然会认真考虑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有四个字来形容他 四个字 第一个就是不争 不争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是不会去争的 就是你没有人的时候在考虑 第二个叫做水洗 随着大家欢喜 你们觉得说我来有助于帮助你们 帮助高雄市 那我就来做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的就是 这个过程中是没有我自己 高雄人需要 中国国民党需要 那我就来做 我个人不会把这个成败 看得多么的 个人的成败多么重要 而是我来参选 是不是对于中国国民党 对于台湾 对于高雄 甚至高雄市也有帮助 这个时候我当然愿意就奉献 所以这是我在思路 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思路 因为我们刚才来的路上 也跟老师聊到说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仁需努力 第十一次的革命 其实老师看似选了一个 渊源不深的高雄 老师你怎么去建立 跟高雄的这个连结呢 因为我想对高雄来讲 是一个在地情感连结要很强的 那这个部分就会很多人来疑问说 到底张亚中 跟高雄有什么样的连结性 我想先讲了我自己在台大教书 教了多少的高雄熊中熊女毕业的 我们跟高雄的关系又何止只是地理上的差别 是 再讲说其实现在台北真的是 台湾是一日生活圈了 是 高雄台北台中其实真的没什么差别 嗯 但是如果真的来讲高雄的话呢 那我个人真的是有几个关系 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 高雄真的是我的精神家园 是 你也知道我在佛光山 我是国际佛光会的理事 这是我第一个最长时间来几十年跟高雄的连结 是 还有一个历史歌大家不太清楚的 我们中国人厂呢 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叫做家乡啊 是 父母亲买股的地方啊 叫做故乡 嗯 我自己的父母亲 其实现在就放在高雄 啊 所以我对高雄那个情感 不是大家一般看得到的 我经常到高雄去 不是去佛光山 就是去看看我的父母 所以这些的情感 其实我对高雄 当然是非常深远的 我是出在台中 在台北长大 可是你也知道我在教书 我在外面做外交官 我的所有的东西 跟台湾的每个地方 每个土地 其实都是有连结的 所以这个角度来讲 我套句星云大师的话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 回到高雄去替大家服务 那很多人就说 那你詹亚宗老师的特质 你是以论述型为主的 你能够这个来到这个 以这个工业 以这个港务 这是一个很实物 很产业为主的城市 老师你怎么去连结这一块呢 韩国瑜 韩国瑜先生当时为什么在高雄 造成一股悬风 对 或出去人进来 高雄大发财 或出去人进来讲的是什么 就是两岸的和平发展 两岸的经济的互进共融 所以简单来讲 高雄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做了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 就是有没有办法打通高雄的任督二脉 如果说打不通高雄的任督二脉 高雄就只是一个小城市 但是如果可以打通高雄的任督二脉 高雄就是整个东亚地区 包括跟福建跟广东 甚至跟东南亚 它非常好的一个海运 跟一个经济的一个枢流 所以我个人去 当然我会关心整个高雄一般的市政的建设 但是你也知道我对于国际关系 对于两岸关系 对于政治思想 我投入非常多 我会如何把高雄打造成一个和平区 如何把高雄打造成一个 它面对全世界 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城市 让高雄的所有的人力物力 都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舒展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所如果去高雄 可能跟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除了会提出一些技术性的 一些细节性的以外 这一方面我特别会请教高雄所有的带地人 包括高雄的市议员 他们给我更好的政策 但是更重要的 如果是我张亚中下去选 我一定会提出一些high politics 高政治的东西 就是如何让高雄成为未来台湾的一个模范式 高雄可以在民进党 它现在这个情况下 高雄可以帮助台湾走出一条 两岸的和平发展的道路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真正能够打通高雄的任督二脉 究竟高雄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地位 其实我想刚才张老师的说明 已经让我们很清晰了 高雄不仅仅只是南台湾的第一大城 它同时就有高度的政治性 而这个政治性跟在台北是非常不一样的 到底高雄有什么样的一个 在政治上的一些故事 还有过去又经历过什么样的胜利历 我们下一段告诉大家 大家好 欢迎全球华人观众朋友回到我们这个百恩快乐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来请教张老师 老师在这个选战策略上面 您为什么要延续呢 因为过去您走过这么多的政治活动 那基本上在两岸上面着力特别的深刻 可是高雄这个真的有市场吗 我先这样讲 刚刚回到历史哥讲了 刚刚说我是一个学者 其实如果你了解我过去 我做过核能电厂的工程师 我做过十几年的外交官 那我还在台大教书 基本上搞过很多的社会运动 所以基本上我对政治是不陌生的 只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那你刚刚谈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说 对于高雄市场选举 我刚刚讲高雄市场选举是非常重要的 国民党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战略高地 无论如何这场战我们必须要打 不管打成多么惨烈一定要打 可是我们从过去来看 如果说国民党真正认为这场战役很重要 其实高雄市场的提名 应该在去年11月就提名完毕了 给他一年的时间去做准备 一直到今天这一刻为止 你的选举直到15个月了 还没有不知道提名的人在哪边 然后国民党很多又确战 我认为一个适当的高雄市场的参选人 他应该具备几个条件 我们先不讲他的输赢 当然要赢嘛 可是更重要的你要知道 第一个对象是高雄市议员 高雄市议员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上次有韩国瑜的悬崩 很多的高雄市议员 因为高雄韩国瑜悬崩的推波助滥 他们顺利当选了 可是韩国瑜现象已经衰退下去了 韩六已经结束了 现在又有很多的蓝军了 我把它叫做个性蓝 这些个性蓝在高雄大概有15% 这些个性蓝以前是 韩类 韩恨 韩雪投票 现在呢不高兴了 怎么做不满意嘛 那我就不投票 假如这个有15%的人不投票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高雄市 原来国民党的市议员参选 当然会嘛 所以其实第一个战略目标 我觉得未来的高雄市长 就是要让更多的高雄市议员 能够顺利的当选 让在高雄市议会里面能够过半 可以跟高雄市 即使国民党输了 可以跟民进党的高雄市长 可以所谓的平衡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这一场的选战 国民党应该把高雄当成是一个 战略高地去思考 而不是把它当成是反正选不上来 大家随便推一个人出去选算 那这样子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是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分析的 非常有意思 因为老师过去是工程师嘛 那我们很常看到就是说 这个作为台湾的一般地方的市长 都会自诩为市政工程师 他主要呢就是按着蓝图 可能也会画一点蓝图来建设 但是都是属于这个事务性质的 但老师刚才所陈述的 不仅要当工程师更要当领航员 怎么样去拉动整个高雄的大方向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老师说现在台南 国民党已经完成提名 由谢隆介出来担任 我们之前也在我们板凳桓节目 也有访问过 我想我们的观众都很清楚 那这一次呢南二都 要成为双引擎核心 老师是这个意思嘛 一个需要剥划高雄蓝图 成为一个领航员角色的高雄市长 到底国民党在高雄的市长 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过去所缺乏的 是这意思吗 当然是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把他最强的 一个参选派到高雄来 而他参选的意义 我刚刚讲 你有没有办法 巴挥 唯唯救到旧北部的功能 第二个这场战役 你能不能够为未来的中国国民党 打出一条血路出来 现在中国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我们讲国民党有两个东西 被民党压得大 是 第一个就是历史文化身份认同 是 民进党的所有论述里面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就是坏事做尽 民进党是好事做 做都是他做的 国民党面对这个论述的时候 是讲不清楚的 包括中正纪念堂 他说中正纪念堂要拆 国民党没人敢碰 第二个最大的论述 民进党就所谓的抗中宝台 是 反正所有就是要抗中宝台 连以前的中二区的补选 包括四项公投 民进党都是抗中宝台 可是放眼国民党 不要说地方的 党中央都没有人 针对这两个问题 提出有效的辩驳 你没办法有效辩驳 再加上你没有舞台去宣扬 假如我说 假如我有机会去高雄 我相信我绝对有办法 这两个大问题 我张亚东去选高雄市长 我的对象不是陈其麦 我的对象是民进党 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 因为你掉进跟他市长个人的对决 那他是丰富的行政经验 那这种东西还有行政资源 所以对一个高雄市的参选 你呢应该是两条战线 高雄的国民党的市议员 地方市政跟他攻击 因为他要扮演市议会的监督角色 因为你整个大环境没有不好 高雄就起步来嘛 我刚刚讲高雄当时 为什么在70年代 人口第一个突破100万的 变成台湾第二大城市 靠着什么高雄是一个工业的重镇 高雄是一个海港的疏转 高雄你看看当时我们在外交部 参加高雄的加工园区 高雄那种庞大的生命力 为什么庞大的生命力可以发挥出来 因为国际社会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地方 给高雄去发挥嘛 今天两岸关系搞这么僵 今天两岸关系这么斗来斗去 高雄就不会有机会嘛 那高雄如果说像今天的市长候选 他能够在这个大论书上 得到高雄市民的支持 只要能够得到过四成的高雄市民的支持 那北部就超过了六成了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要把高雄 当成是一个战略高地 拿下高雄或者最低的任数 让民进党了解到高雄它的地位之所在 这样子对于国民党以及对于台湾 未来的整个国际处境 未来处理两岸关系 才会有一些正面的效果 其实我想老师讲得非常好 高雄应该被国民党视为 这个所谓选举中的圣杯 而不是像长期被放弃 其实我们高雄在看 高雄长期被国民党放弃 这是一个很正常 绿的觉得稳赢 蓝的觉得稳输 那中间派觉得那怎么投又不影响 所以大家其实是放在那一边的 不过倒回来讲 高雄当然会被放弃 这自有其难度 我们从而回顾过去高雄市长的选举 从成局市长第二任之后 它是愈加的稳固 那高雄是其实2018国民党胜过一次之后 2020从总统大选 接下来的罢免选举 再到接下来的这个所谓市长补选 然后再到公投 甚至一度滴到这个补选的时候 滴到制度是25%啊 老师这个25的水位线 你怎么看呢 这25的水位线 代表了只有一个意义 是 蓝军在高雄已经彻底失望 彻底失望 不要说赢了 连投票都不想出去投了 才会有25%嘛 是 蓝军基本上在高雄 最差最差总有个35%以上 我们今天讲的实在话 总有个35%以上 所以说只有25%代表很多人对国民党 不只是不认为他会胜选 根本就懒得理你了 根本就懒得理你了 根本就那种 你知道人对一种绝望 他是最让人伤心的 老师意思是冷漠 冷漠跟绝望 比讨厌更严重 那当然啦 你讨厌还有感情才会讨厌嘛 是 对不对 我凭着我讨厌他 但是我还是有感情嘛 还会骂他嘛 人家现在的国民党懒得懒得骂 你要是根本就 出事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国民党要把高雄选举 第一个对于是民进党的一个战略高地 第二个是为国民党找回它的魂的一个战略高地 是 只要这一次的高雄选举 国民党的不管是输赢 它的蓝军愿意踊跃出去投票 这就已经赢了 是 我用简单来讲 第一个对于高雄的一个战略大方向 它就是未来台湾发展的模范史 嗯 在两岸方面我第一个希望 高雄是成为一个非战和平区 我最后一个问题来跟老师追问 也请教老师 对于国民党来讲 急切的需要一个高雄论述跟高雄定位 老师您认为 在两岸论述可以拉动高雄 就是说两岸的这个弘历或两岸的方向 包括带动国际带动高雄 重新活化起来 我第一个希望 高雄是成为一个非战和平区 是 非战和平区 高雄接受九二共识啊 接受九二共识 两岸就不需要打仗啊 第二个我会作为一个高雄市长跟北京去谈 在这个RCEP里面 高雄市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 这要跟北京做下来谈嘛 所以说在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的经济 一个是台湾的安全跟和平 这两个东西 如果说假如可能 我万一小幸的选上了高雄市长 我当然会来做嘛 因为这个事情 不管你做成不成功 做本身一个过程 两岸之间人民的情感 就结在一起了嘛 高雄跟福建跟广东跟南中国的 所有的关系结在一起 那如果做成的时候 是不是对于整个台湾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呢 高雄这么一个 更重要高雄这么一个深绿的地方 如果都能够接受我的这种想法 请问一下对于台湾是好 当然是好事情嘛 所以我才想高雄这个地方 不只是国民党的战略高地 也是两岸关系的战略高地 太好了 今天很开心 我们采访到张好中老师 刚才老师所说的这个大论述 在高雄已经许久没有出现了 其实过去陈局市长还在的时候 曾经也是去做这个两岸的交流活动 他也深知其实高雄的问题 其实跟这个所谓的开放两个字 是脱不了关系的 到底这样子一样的挑战 在高雄能不能形成一种新的脑内风暴 我们说brainstorming 是值得令人期待的 今天特别感谢老师 谢谢 我们今天台湾版邓宽 说话不落弯 我想坦白说张亚中告诉你 期待下一期再跟我们全球的 华人观众朋友再相见 想到来 早点儿 请不吝点赞